11月3號星期一10點38分 今天早上參加新北市三寶健康的記者會 新北市市長又成功的幫助了新北市的農民跟新北市的漁民 成功的行銷了新北市的農產品跟漁產品 因為在新的行銷 在與台北遠東飯店的合作下 新北市的農產品 新北山藥 還有新北市魚產品 新北市的花蟹 新北市的三點蟹 還有新北市的魚產品 還有鮑魚 成功的行銷到遠東國際飯店 在台北跟新北市的遠東國際餐廳 Mega50 這是一個新餐廳 成功的把新北市的農產品跟新產品 幫新北市的農民跟漁民很大的忙 叫他直接採用新北市的當地食材來做的吃素餐的產品 可見得我們朱立仁朱市長對新北市的經濟建設是貢獻不可沒 他有非常大的貢獻 把每一個新北市的行銷都做得很好 包括工商業的行銷 包括醫藥類的行銷 都做得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完美 這是我們恭賀我們新北市市長朱立仁能夠更善應酬 環球郵報記者燕國榮 在新北市的報導 在新北市的報導 是誰 謝謝 謝謝